据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泰拳选手 可以轻松地用一脚踢断捉腿 如果击中头部 则有很大的概率立即将对方KO 泰拳是泰国传统的格斗技 是以力量与敏捷著称 主要运用人体的双拳 双腿 双肘 双膝 这四肢八体作为八种武器进行攻击 在泰国泰拳比赛是很盛行理想运动 也是泰国的国粹之一 不但在泰国国内 在世界各地也有诸多的赛馆和拳手 很多人会特意到泰国去学习泰拳 或强身健体 或提高格斗技 作为一般的游客 来泰国旅行除了美食和舒适的泰式按摩 看一场泰拳比赛 也是一项很不错的休闲活动 如果想要到曼谷看泰拳 有以下几种选择 首先可以去著名的伦皮尼拳击馆 以前的旧馆在伦皮尼公园附近 现在的新馆搬到了郎曼机场附近 交通不是很方便 可以乘坐公车或出租车前往 新馆外形时尚 壮观 很有现代感 场内最多可容纳近一万人 另外 泰国电视7台的体育馆也有泰拳比赛 而且是免费 但因为场地有限 如果想要找个好的位置 就得尽量提前来排队 地址离恰途恰市集不远 可以乘坐BTS或地铁前往 通常比赛时间是周日的中午12点 或每月第三周周三的中午12点 曼谷MBK商场虽然是一个大型的综合购物场所 但也有定期的赛拳比赛 比赛的场所在商场前的广场中 是一个露天的拳场 可以乘坐BTS到国家体育馆站步行前往 游客可以在逛完MBK商场后顺便前往赛场 看一场刺激的泰拳比赛 同样也是免费 此外还有一处专业的拳馆 就是老宋今天来到的拉叉达木泰拳馆 拉叉达木泰拳馆成立于1945年 位于考山路附近 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泰拳馆 拉叉达木有世界级比赛的标准拳击台 并且配备有空调 观看环境非常的舒适 定期会有很多著名的泰国拳手 与国际拳手在这里比赛 针对外国人的票价并不便宜 根据作为的等级不同 大致分为1000或1500或2000泰铢 票呢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蓝色的手环 然后它会把你的座位号写在上面 N8 这是应该是票号吧 然后呢凭这个手环可以随时的进机 但是自己的饮料好像是不能带进场内的 把我的座位吟打这些 旺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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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第八场就只有112了 到第三回合这个白裤子的应该是意大利的小哥吧 看起来有点招架不住了 不过两个人看起来都已经精疲力尽了 最后的增加 但我估计这一 意大利小哥应该不行了 应该是比赛结束了 应该是比赛结束了 应该是泰拳的礼仪吧 两个人比较深的给对方鞠了一躬 现在主持人上场了 应该要宣布比赛胜负了 现在应该是进广告时间吧 广告之后宣布结果 果然是瑞典小哥获胜了 第二场是两个泰国的选手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比较正宗的 毕竟是泰拳 泰国人配着这音乐做这动作还比较像回事 感觉外国人配着音乐做这动作 感觉有点不太和谐的 还是比较适合泰国人的动作 第二场比赛要开始了 今天感觉观众还是外国人比较多一些 基本上好像泰国本地人很少 本来说好像是有很多本地人会在这种 比较高的看台然后赌赌赌赌赢的这种 但是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本地人的观众 可能也是价格比较贵吧我怀疑 有可能是这种国际大赛 直播的国际大赛可能会比较贵吧 所以没有什么当地人 基本上底下的这个VIP的看台全部都做满了 2000块的这个座位 然后上面1800的这个我现在做的位置 和对面那个1800的位置也是做挺满的 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吧 中场结束过后第三场终于开始了 大概休息了有30分钟左右吧 一位是泰国的一位是意大利的选手 左边这边是现场音乐演奏的这个乐队已经在准备了 零一响基本立刻开始了 整个比赛都是在这种音乐声的伴奏之下进行的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特别有泰潜的这个风格 有四个人 然后两个人是敲鼓的 一个人是吹类似于唢呐这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是有一个小铃铛 节奏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赛一开始这个音乐就响起来了 我总感觉这音乐让这比赛显得不是那么的凶残 或者是残酷的感觉 虽然说场上的这个比拼还是真的是真刀真枪的 出拳出腿都很狠 但是这个音乐声的陪衬下到感觉没有那么的凶残 有一丝丝这种表演的这种感情吧 但真的是真打 感觉泰国小伙的这个出腿非常狠 而且实际也把握得很好 而且实际也把握得很好 看起来稍微的占上风一点 这种表演的表演 真是不浪费的 能够来动 非常练习 太快了 太快了 不开心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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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常被列为大会的戏轴 泰国人以打拳 官拳 赌拳为乐 换言之 泰拳就是民众娱乐文化生活的一种 一般普及率气高 而非像其他众多国家一样 拳术只是部分爱好者沿袭的项目 泰拳决胜的条件是技巧 力量 智谋及斗志的总结盒 拳手们需沉着冷静 斗志昂扬 而又变化多端 可见泰拳是一门独到高深且完好的武学系统 另外 泰拳源于千佛之国 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也极为紧密 宗教色彩浓重 不论是入门拜师 开赛礼仪及拳武典礼等 都有宗教艺术背景 将泰拳的古典诗句和舞蹈艺术融合其中 因此 除竞技体育的一面外 泰拳也被视为泰国的民族艺术 现在的泰国人常以其拳术为骄傲 正如已故泰拳宗师阿赞杰所言 泰拳乃泰公民族独占之珍宝 最近听到一句话觉得挺有意思的 说看到泰拳实在是觉得 这是拿汗水和鲜血锻炼出来的格斗实力 这才是真正的锤点心骨 而我们的传统武术 已经开始走向养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